自从母亲过世后 徐伯伯就一个人生活 他四十多年前离婚 没有孩子 兄弟姐妹也相继离世 提到亲人 他总是挂念着侄女们 我哥哥家有三个孩子 三个女儿 他们每个都很好的 但是女儿全部都是大学生的 一个人还不开心 不能这样讲 好像不开心也要开心 因为你已经到是这样 好像跑这条路 已经定了 一定要开心 不过 许伯伯有个当德士司机的弟弟 倒是经常来探望他 许伯伯原本还能工作打发时间 但是四年前心脏病爆发后 他失去工作 只好在家休养 他在心口痛的时候 出汗了 我的整个毛巾 全部都失去 所以我就发现 我马上叫我弟弟 就去中央医院 马上带我去 中央医院我回到的时候 我弟弟爬车回来不见我 他在里面看 他全部的医生在围住来救我 半年中医生就要说 你哥哥五十对五十 我住了二十多天去医院 那可怕 为什么你不找一个人跟你一起住 我觉得生活方式上面的独居 其实并不是问题 心理上的独居 可能更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当我们认为自己跟周围的人 我可能很多时候不能去信任别人 其实无形中 我们也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社会支持的网络变得很单薄 一个人住最怕发生意外 新加坡红十字会学院说 遇到心脏病发的情况 患者应该立刻拨打995 大多数的人都可能会觉得 迷失就是在多数的咳嗽 能够把这个心脏 可能跳得更快 所以学循环这些想法 这些步骤是错误的 如果日常生活中发生一些小意外 公众应该怎么做 新加坡红十字会学院 跟前线观众分享一些小贴士 如果是个小伤势的话 首先就是可以用那个自来水 来洗那个伤口 过后就用一个胶布 还是绷带能够止血 如果是个大的伤势 最重要是要先止血 过后就如果那个伤势 如果是非常严重的话 就可能要去看一个医生 如果是关于烫灼伤的话 你能够用那个自来水 开那个水龙头 在那个水冲洗十分钟 过后用一个绷带 不会粘的绷带盖住 通常人都会用酱青 牙膏这些来附在那个伤口 这些步骤是错误的 在吃东西的时候 被食物被呛到 如何自救的话 就是用腹部从击 自己可以用一些 可能用椅子 那个椅子就是用那个餐厅的椅子 来做那个腹部冲击 最后就是在家里 你可能在走楼梯的时候 可能扭伤到脚 你扭伤到脚的时候 你就需要冷腹 这些冷腹步骤 就是最重要就是 把那个伤势降低 新加坡红十字会 两年前也推出 每个月收费的 家庭监测辅助服务 HomePlus 在独居者的家中 包括厕所 厨房等 安装感应器 如果独居者 好一段时间没有活动 感应器就会向工作人员 发出警示 他们就会联络独居者 以了解情况 独居者也可以按紧急按钮求助 在确认独居者的情况后 红十字会会派出义工上门支援 简单的一生早安 就是育梅的感应器 我的孩子 我的媳妇 都有时尚跟我联络 每天都有Good Morning 假如有一两天没有Good Morning 他们就害怕 你一个人住的话 孩子是最担心的 所以你一定要健康 你要给他知道 你很多活动 有很多朋友 很忙 他们才会放心 会发生或者该发生的事情 它始终会发生 我们预防预防不了 最重要就是要保持联系 然后可能母亲搬出来之后 也跟母亲的谈话会比较多 也比较深入 所以有时他会用微信 和我聊天 就是我们会打电话 问候 闭子问候一下 有些人独居是个人选择 有些则是情况所迫 不管怎么样 都要懂得如何在紧急时刻 做出反应 照顾好自己 也让周围的人安心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世界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精彩视频 前线开讲即将网络直播 请扫描QR码 今晚我们谈赚钱难不难 正等着您的是 Yes 933电台DJ高美贵 艺人田园浩 网红黄威塔 投资策略师陈达德 年轻企业家陈慧怡 职场新鲜人林维信 和大学生杨佩玲 您可以在面部表达观点 或参与线上投票 现在就请扫描QR码 和我们一起开讲